你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3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首先,我现在开了一个群组 群组可以在下面的声明有一个连结可以进去 进去之后,现在打算搞一个1月20日的聚会 你可以填Google Form,给了个意向 我订了一些细节,就会讲在哪里搞,以及收费多少 就想讲回财经新闻 很有趣,有很多人看完,有不同的留言 其实我也有些想听的是什么 topic 或者想要我回应,我很少个别逐个留言去回应 我通常觉得有些 topic是有趣的 或者我认识的,我就在那里去讲 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时间有限 第二,那些负评,我就不会理 为什么呢?看过那本书,《被讨厌的勇气》 我不会活在别人的comments里 人很有趣,很喜欢,就要去取悦每一个人 其实,可以出来做拍YouTube也好,什么都好 什么人是会吸引到什么人 我很相信一个叫吸引力法则 一个这么闷的频道,说话不出样子 十几二十分钟,二十几分钟 你如果是有耐性去听的 那都是希望在YouTube里面找到一些养分 那这些人呢,我觉得如果他有这样的耐性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质素,素质都会是高的 那,反过来,如果你想找一些exciting的 就是要去骂爆人,讲粗口 好,我想你应该就是找错了频道 那你应该去回你想听的那些 就是粗口难舌那些 那,坦白说,我有些朋友 他是真的很激动 可以很粗口难舌 去comment这件事 那他吸引来的就是一些粗口难舌的人 因为是那类人才以为是喜欢听的那些东西 那反过来,那个粉丝群 是两面刀来的 当他不喜欢的时候 他也会是用粗口难舌就骂爆他 那这些是现实 就是等同你教的儿子 就是你自己是怎样 儿子通常都是怎样 你怎样对你的父母亲 子女又是怎样对你的父母亲 是一把回力刀来的 那我想说那个叫做 叫做想 昨天,昨天就冬至 冬至有一宗 一宗在香港叫做股票界 都算一宗很大的新闻 就是说内地 是严控那个游戏 就是以前严控一转 就是控制一些 不是成年的人 去玩游戏的时间 现在就去严控一些游戏 它们的课金 或者是相关的业务 那就是打赏 如何去令到那个游戏更加滑 所有的动作都是被规范 那一有这个消息出的时候 昨天就跌破了 有些股票就跌了 整十几个百分比 好像 在那个股票市场 中段都好地地 就是在12点以前都好地地 就突然间就做一个单日转向 就穿了一些低位 尤其是那个科技指数 香港的恒生指数 科技指数 有机会再一次谈底 那很难说 内地的政策 它们认这些 有它的原因 我就不便去谈论它是对 还是不对 只可以说 在股票市场里面的操作 就是反应快 就是当它一跌穿 譬如你持有某个股票 一跌穿一些什么位置的时候 你就立刻要去斩 不要去问那个理由 因为可能是那个 叫做 信息 你不够人家快 人家可能是 出这些信息之前 已经是沽这些股票 当你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已经辞了 所以股票市场操作就是 你持有任何东西都是要定立一个仓位 这是唯一的一个保命的方法 除此之外 我又想说一下 中原地产的指数 昨天再跌多零点多 就是由149 就跌到去 跌多几点 这样的时候 就是 会看到 大市都是在向下 之前我拍过一集 刚刚何永远局长 即房屋局何永远局长 就说了会建设 乐建居 在设计乐建居 我就说这个项目一定不会成功 现在他就说 把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地产市场的不景气 就会推迟 夏年才推出 那什么叫做乐建居呢? 乐建居 其实就是以前的私人参与的居屋 在80年代 香港政府推行居居 居居分两种 一种就是政府自己建 所以你看到那些什么院 什么院就是政府建 他们用公屋的设计 只不过就是将它 卖给私人 用一个打折的形式 可能是七折 可能是六折的形式 就卖给合资格的人士 那私人参与就是怎样呢? 就一块地 他就推给发展商去镜头 那政府就承诺 就回购 在某一个价钱里面 就回购这些住宅单位 那发展商赚什么呢? 就是赚他商场的部分 和停车场的部分 那他计算是这条数 那所以 这些做居屋的发展商呢 譬如以前最初第一期的 黎晶花园 富榮花园那些呢 其实就农门居 就是这一种的形式出来 那去到 应该是97年金融风暴 去到03年 那在红磡的一个项目 本来是一个居屋 那后来因为市道不好 就卖不出了 卖不出呢 新世界就把那个项目 就是私有化 那就变成是私有私楼 那就卖出去 等到市道好之后就卖出去 那后来就一直 就没有私人参见的居屋出来 那现在呢 上年呢 何永健局长呢 就打算推一个叫做乐建居 那乐建居和以前的私人 参见居屋有什么分别呢? 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它 政府不包底 就是说 你要去向大众去买这些楼 政府就不跟你保底 就是说那些住宅单位呢 政府就不会用一个价钱 跟你回购了 那如果在一个市道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私楼的价钱 和居屋的价钱是最近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人呢 是不会选择居屋 因为你买的居屋呢 那个业权呢 只不过是市场上的六成 和七成 那个没有一个价格 那个优势在这里 就是当你楼宇价格高企的时候 这两三成那个就突显出来 比如你说的是万五元尺的时候 你那两三成呢 就是说 大概是三千多 四千多元 那你就会吸引 但是当那个市场 如果是卖得一万元 九千元 那你那个价钱是只有二三千的时候 那那个绝对数值 那个absolute value 那个相差不是太大的时候呢 就不是那么吸引 所以我预计 即是未来的居屋 或者是房协推的 即是那些支座房屋呢 那个吸引力 即是这样的市场 这样跌下去呢 不是吸引 那发展商也是计算 那你私人楼 那些地皮都流标了 更何况有这么多 条款限制的物业呢 因为那个准买家 只是要那个入息范围去到哪里 你高过这个范围 就不是他的目标客户 那在这么有限的 叫做 target bias里面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我是发展商 都不会去做 就算很多以前是 去买的那些 通常都是建筑公司 那建筑公司 是不是要去肩负 去做卖楼的责任呢 那我觉得 这个 乐建居呢 我想这个最后来 都可能会是胎死风中 那第二个想说 就是潜建 最近就有媒体就报道了 就是除了鸿山半岛之外 还有屯门的龙珠岛 都有很多潜建 和霸占官地 那在以前那个年代 即是没有无人机的年代 你要去看这些物业 就非常之困难 因为好像大家都记得 唐英年去选特首的时候 说去潜建 那时候大部分的人 都只不过租一个调避 新的镜头 进去看这个屋苑 就不会用无人机 去看物业 但是今时今日 现在科技的进步 是可以用无人机 去陷查任何东西 就会发现到 原来这些这么隱蔽的独立屋 大部分人都会有潜建 或者霸占一些官地 自己以前 直接是同班同学 他是一个AP 他们都知道 他们做很多 那些独立屋 去建楼的时候 其实都预先 有两套积 一套积 就是给屋如柱 可能地牢 只有一层 另外一套积 其实已经预留了 即是打装的时候 或者是做的时候 预留了 可能有多两层 B2和B3 那他们会呈现的是 当他们厌楼 拿了OP 拿了CC满意志 他们会再偷鸡 慢慢去挖泥 去做B2和B3 直至唐英年事件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件事会变为刑事 其实一早也是刑事 那时候 大家看得紧的时候 就没有去做这件事 曾经试过 是挖开了 都偷偷回来 填上那个洞 这件事也可能是 坏事就变好事 因为有唐英年事件 令到没有再做这件事 现在的业主 即是 洪山半岛 或者是龙珠岛的业主 都挺麻烦的 要去还原 又要花一笔钱 我不是鼓励他们做 我不是贊成他们做得对 但是 那个誘因实在太大了 他们觉得 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会知道 那就霸出一点 就霸出一点 这个是 香港人的潜见 是一个 一直存在的问题 以前 我想大家可能不记得 以前香港建了很多 叫做花籠 什么叫花籠呢 就是在外墙里面 建一块 那块可能是圆形 或者是铁的东西 就伸延出去 或者是把露台 把它围封起来 公屋也是会 居屋也是会 都会做这些动作 因为居住的地方小 那这些 反过来 这些独立屋的业主 就没办法 基于是贪心 就是人始终都是贪念 就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那 叫做地政署 一向都是贪惯 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 大家又会被其他新闻 就会掩盖 那我想最后来也是 失惊无神 就会报一报 那你说那些程序 我想会是很慢很慢 令到大家淡忘 又不知道 会怎样去处理 那最后来 就是想说一下 关于 一个 柔堂的项目 就改了做 叫做CD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那什么叫做CDA 其实就是说 有时有些地块想改用途 其实自己曾经都试过 在土甲环张块地块 本来是工业用途 去申请做CDA 那CDA 可以做住宅 或者有部分是商业用途 那它跟住宅 纯住宅的用途 譬如 劃分了你做R Residential Area 有什么分别呢? 原来就是CDA 你需要给一些公共设施 叫做巴士站 或者是老人中心 青少年中心 或者是精神康复的中心 那这些呢 是公共的设施 你是要帮它去建 然后就给别人去营运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去求政府 将这块地 变成一个综合发展用途 因为政府暂时没有在这个地块里面 去改用途这个意欲 那你就要去给它一些甜头 那 CDA 通常 你批了就是要经过承规会去批 那承规会又分开香港和西界 那里面有不同的人士参与 就是有政府的官员 就是当然的委员 那它也都会邀请一些学会 可能是测量师学会 可能是建筑师学会的会长 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就进去 那也都会有些公众人士 通常有些是学者 或者是有些社区人士进去 那就是去就每一份的申请 去做投票 那就看看通不通过 那些申请可能是由商业用途 转了去做酒店自己都试过 那也都被它发过 因为每一个用途 他们的要求不同 譬如商业用途 他们的上落客的位 和酒店用途不同 因为酒店你要去理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在物业里面 停得到一架巴士 他们去看你的屏幕 究竟你停的那架是中巴 还是大巴 那是不是很顺畅 可以进去 曾经试过自己两次申请 都是被人发出出来 就是因为交通的问题 是旅游巴是不能进去 因为如果你停在外面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那个区外面的交通 那这些就是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说成规会的申请 以前在好几十年前 成规会就没有那么仇视地产商 那你通过的程度就容易一些 但是今时今日 就是个个都当了发展商 是洪水晚售的时候 判了它先天有原罪 那申请通常 你没有足够的理据 它都不会批通过 这个就是说少少关于城市规划 或者是这些土地申请的问题 那最后就是想说一下 现在很火爆的 就是说全世界都是说的 钢级消费 那钢级消费就黄了两间公司 一间我说了很多次的 叫Shein Shein就是全世界 买得最多衣服的fast fashion 比Sara还要大 比H&M还要多 她的SKU的品种 比Sara还要多 她们出的产品的日子 那个时间 即是出生产品的日子 也都比Sara短 那就是 这个叫做天下武功违快不破 她就掌握了那个叫做快 还有第二个字就是便宜 每一件大概是10元美金 那现在就適合整个经济向下行 大家是想买东西 也都买一些chip的东西 另外一间就叫做Temu Temu 亦都是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即是你当它是以前吉之岛的10元店 8元店 总之买便宜的东西 那他们为什么会做到呢 那其实就是说整个零售行业的关键点在哪里 其实整个零售就是说一个我们叫做人 货和墙 人就是说如何你去引流 引流就是包括你的算法 是给别人好 它可以推到一些很多黏度很高的东西 適合你看的东西 適合你听的东西 適合你用的东西 令到你留在那里的时间会是多 亦都是引到你人进来 那这个就是说人流 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叫做货 那在货的问题里面 以前整个买卖的环节就是说 由设计跟着就是生产 跟着就是给批发 跟着就是给零售去商场 跟着就去买给顾客 那这个是说以前最traditional 最基本的一个销售的流程 但是今时今日呢 现在是做了很多叫短路 我们叫short cut 那short cut是什么意思呢 去了很多中心化 没有批发商 没有零售商 那件产品可以由厂家 直接给到那个顾客 那是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减少了的时候呢 就是令到它可以很低价呢 是去买到那件产品给大家 所以淘宝为何会买得这么便宜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tmu为何会买得这么便宜呢 那些尤其是内地的生产商 现在的内循环呢 那个经济差了 那那些单 或者是去外国的单 少了 那如果有人给你单 他想维持工厂 是仍然运作 他接近成本价呢 他都愿意去卖给他 期望第二天 那个经济好 他才有利润 大部分的厂商 都会是这样的想法 那所以 在一个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说的是降级消费 这些斗平斗赚的公司 就是很轻旺起来 那他就挑战到 现在譬如内地的淘宝 他们就抢了很多生意 那为什么阿里巴巴马云说 几个月前要改阵 说不要去专注这个有品牌的天猫 而是专注于贴地的淘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外国也是 就是说Amazon也被他抢了很多生意 因为他的价钱比Amazon便宜很多 那一分钱一分货 可能质量又会是差一点 但是在现在一个叫做 经济环境那么差的时候 很多人都将货就价 即是就算你质量差一点 都没所谓 就照顾着先 那这个就是说现在 环球经济不好向下行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发生的事情 那自己曾经都说过 我说现在是说要去保命 那都要去玩降级消费 即是你以前花开一千元的 现在你可能就花小时 花七百元 那三百元就存起 以備不时之需 没有人知道那个经济 寒冬会几时完 没有人知道那个经济 几时会影响到你 即是你看一下香港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信心 就是因为他看不到出路 即是无论那个股票市场也好 房地产市场也好 或者是那个零售市场也好 都看不到出路 那这些这样的时候 即是每一个人很正常的 即是将自己的消费降级 留多一点点钱在旁边 去应对未来那个 即是经济不景气 是摸口飞了 即是你没得怪人的 因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身边不会有人去帮到你 即是很多人希望 当出事的时候 身边朋友、亲戚、朋友 会帮到你 我想跟大家说 每一个人其实 都是在困难的阶段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帮到你 唯有帮到的 只有自己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